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对经济域,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你知道吗?截至去年年底,全球排名前500的富豪净资产总额已经超过8.4万亿美元,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 富豪们之所以能创造出如此惊人的财富,是因为他们深谙金钱的游戏规则,懂得怎么玩才有可能打出一手好牌。 今天我们就一起聊聊关于金钱的七个游戏规则,希望大家看完节目都能有所收获。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请大家不要吝啬手中的点赞还有关注,您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的最大动力。 规则一,不要用时间换金钱。 人与钱有两种关系。 一,人是钱的奴隶,一辈子为钱而工作。 二,钱是人的奴隶,钱为人服务。 太多人只会用时间换金钱,却不懂用金钱换时间。 时间是有价值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时薪。 你可以算一算自己的时薪是多少,以月薪一万元为例。 按一个月工作22天,一天8小时来算,时薪就是57元。 大多数人习惯用时间换金钱,交换的方式就是付出劳动时间换取相应报酬。 这也是我们平时工作上班的普通模式,但由于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有上限,因此收入也受到了限制。 打工皇帝毕竟是少之又少,只不过大多数人陷入了劳动致富的错觉而无法自拔。 成功者和普通人的思维方式差别就是,成功者拿钱换时间,普通人拿时间换钱。 规则二,先给自己付钱。 大多数人在拿到收入后,都会先付钱给别人,政府、银行、房东、电信公司、物业。 我们习惯在付掉账单和购物消费后,才将剩下的余额存起来,也就是先花钱再存钱。 很多人甚至可能根本存不下钱,全都付给了别人。 在影响你一生的财富圣经这本书中,所罗门是这样教导后来成为富人的克尼板将的。 你必须要保留一部分收入给自己,无论你赚的钱很多还是少得可怜。 每次留下来的钱最好不要低于你每次所得的十分之一。 你存入的钱当然是越多越好,先付钱给你自己,超过你支付能力的衣服和鞋子就不要买,留一些钱买吃的,赡养父母及教育子女。 当然,高收入者确实有很大的潜力变得富有,但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提升后反而入不付出的实力也比比皆是。 所以,创造收入是一方面,平衡消费和储蓄也是财富管理重要的一环。 规则三,消费应该少而精。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拥有更多的食物、生活物资和空间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 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学习和工作,人们总是期望拥有更多的资源。 在社会经济水平不断发展的今天,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以前吃饱,现在要吃好。 以前骑自行车,如今要开跑车。 以前住宿舍楼,如今要住别墅。 占有和添置物质资源成为大多数人的主要生活目标。 然而,物质财富永远无法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欲望。 当欲望得到满足时,会产生愉悦和幸福感。 但依靠物质财富增长所获取的幸福感不会持久。 随着新欲望的产生,幸福感会快速下降。 这样的循环似乎无解。 人们只能通过占有更多的物质资源,才能满足更大的需求。 数据显示,年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时,收入水平的增加对幸福感的影响将逐渐减少。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生活目标从提高物质保障转向提升精神质量。 正所谓质量比数量重要。 如今,人们的思想开始从占有数量向注重质量改变。 心理学家蒂姆卡瑟通过研究指出, 时间上的富裕比物质上的富裕更能给人带来幸福感。 因为时间富裕,意味着可以有时间追求有意义的事情, 有时间反思,享受生活的快乐。 而简化生活就是赢得更多时间的最佳方法。 我们要努力捍卫自己的时间,选择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学会说不。 同时,也要放弃其他不重要的琐事,化繁为简。 近几年,断舍离的极简主义得到了各界人士的重视和推崇。 其实任何事都可以极简。 比如,果断清理掉那些常年占用空间却基本没有发挥作用的物品, 学会收纳和整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东西, 只保留那些核心的能够发挥作用的部分。 生活如此,工作赚钱也同样如此。 一定要转变什么都想要的思想, 懂得抓住事情的核心, 厘清哪些事情重要,哪些事情应该优先完成, 把主要精力花在那些最重要的事情上。 那么,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呢? 简而言之,就是那些能够满足个人价值需求的事情。 比如知识阅历,持续成长,家庭幸福,人际关系,帮助他人等。 这些需求也正是马斯洛需求层次中自我实现层级的需求。 当你把视角转换到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升华时, 就不会轻易被物质的欲望所左右, 也不那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了。 规则四,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准备。 在美国,曾经有一则征兵广告即幽默又智慧, 它是这样说的,来当兵吧,当兵其实并不可怕。 应征入伍后,你无非有两种可能, 有战争或没战争。 没战争有啥可怕的, 有战争后又有两种可能, 上前线或者不上前线, 不上前线有啥可怕的, 上前线又有两种可能, 受伤或者不受伤, 不受伤又有啥可怕的。 受伤后又有两种可能, 轻伤和重伤, 轻伤有啥可怕的, 重伤后又有两种可能, 可治好和治不好, 可治好有啥可怕的, 治不好更不可怕, 因为你已经死了。 当人们有了接受最坏的思想准备之后, 就有利于应对和改善可能发生的情况。 或者说, 当人们能够冷静地面对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时, 反倒有利于用积极的态度, 促使最坏的情况向好的方向转化。 以投资理财为例, 如果你并没有丰富的实战经历, 在真正投入理财之前, 就必须对理财相关信息进行了解, 正所谓不打无准备之账。 我们或许并不需要将自己培养成理财高手, 但是一定要具备基本的理财素养。 所以, 在投入理财之前, 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 不能什么都不懂, 只有做好了基本准备, 才能更快更好的过滤掉不靠谱的理财产品和信息。 规则五, 关注自己的成长 太过关注别人是没有价值的,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 别人的成长不代表你的成长, 别人的成败也不能决定你的未来结果。 所以不要过多地羡慕极度别人拥有的, 更不要嘲笑别人失去的。 要学会把注意力从关注外界, 关注别人转移到关注自己身上。 将注意力放到自己身上, 是自我成长的关键所在。 一个人只有充分认识了自己, 发现自己的优势, 剖析自己的不足, 才有提升和优化的空间, 最终达到目标。 当然, 我们需要了解别人对自己的反馈, 因为从别人的反馈中, 我们能更好的认识自己的不足, 从而更快地改善提升自己。 规则六, 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 如果你平时就有记账的习惯, 那么建议下一步可以制定一份年度目标, 因为它会让你的年度财务计划有地放施, 也能实实在在感受到财富的增加, 让记账工作变得更有意义。 同时, 为了让记账更准确、 更实用, 每月进行一次对账工作也是必须的, 因为不可避免的, 我们可能会忘记记录一些账单。 即使是常年记账, 经验丰富的老手也可能出现遗漏。 除了避免记录错误或遗漏, 对账另一个重要的内容, 就是核对信用卡和在线消费的历史数据, 以及提醒自己及时还清信用。 总之, 及时厘清自己的资产和负债情况, 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 以便后续进行财务规划, 是进行个人财务管理的重要环节。 规则七, 把兴趣变现, 发现自己的兴趣渴望和理想, 然后去发挥自己最擅长的那个部分。 这才是既有梦想又有行动力的表现, 把个人兴趣与市场的需求相结合, 将产生巨大的生产力。 马化腾说过, 玩也是一种生产力, 从玩中找到乐趣, 把玩的心态和现实结合起来, 认真学习和借鉴先行者的优点和长处, 站在前人的智慧与肩膀上, 积极参与竞争和协作, 可以成功地把兴趣转化为项目, 项目转化为商机, 商机转化为财富, 可谓一举多得。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和各位分享的内容, 希望大家通过收看我们的节目, 能有所收获和思考。 看到这里的朋友, 别忘了关注对经济域, 再次感谢大家的点赞还有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吧。